结婚近两年的黄晓明和Angela Baby 当时的世纪婚礼让人印象深刻 婚后一年传出怀孕 17日凌晨 Angela Baby在香港产下儿子 重2950公克 老公黄晓明和家人全程陪产 经纪人透露 Baby是自然产 母子均安正在休养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黄晓明夫妇将儿子的乳名取作小海绵 因为Angela Baby曾表示 海绵蛋糕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音相似 两人就被昵称为海绵夫妇 黄晓明在微博晒出 与儿子拳头对拳头的照片 直呼小海绵降临 Angela Baby也转发这篇贴文 自从宣布怀孕之后 Baby就慢慢减少工作量 但仍不时请着孕度探班 老公到台湾出席代言活动 他也悄悄爱相随 黄晓明先前受访时就霸气放话 已经做好当爸爸的准备 不会只生一胎 Baby也说 头一胎是男是女都无所谓 打算生好几个 如今升格为人父人母 从此一加一等于三 七首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